娱乐频道综合报导 女星贾静雯与修杰凯婚后育有两女 步步及BO妞 近期贾静雯带着两个女儿参加节目 妈妈是超人母女三人的互动 备受瞩目 最新一期节目中步步看牙医时吓到大哭 而贾静雯的独特做法被得到观众们赞赏 节目中贾静雯带着女儿们检查牙齿 由步步先打头正 虽然有些紧张 但步步仍配合得张开嘴 不过当要他躺到诊疗已上时 步步便开始拒绝 在妈妈的安慰下才勉强躺下 但当医生正要开始检查时 步步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并委屈地抱住妈妈 模样相当令人不舍 贾静雯也说当时他清楚感觉到了女儿的紧张 这时他将B.O.O.带到身边 没想到步步为了让妹妹看到自己勇敢的一面 竟主动打开嘴巴 虽然有些害怕但还是顺利完成检查 换B.O.O.检查时他一看到医生就大哭 这时步步为了安慰妹妹便将贴纸拿给他 充分展现出姐姐的贴心 而贾静雯将B.O.O.带到步步面前 成功让他发觉自己是榜样 这个让孩子自行战胜恐惧的做法 也被粉丝推爆 贾静雯 左对于女儿相当疼爱 翻设字贾静雯微博 步步看牙时大哭 翻设字秒拍 步步为了妹妹勇敢看牙 翻设字秒拍 by bwd6